好 所以這個大主管他就會覺得說 這個要好好的控制才是 他就用TRH跟腦策 我們這個你要把他翻上來 來來來 翻上來 翻上來 TRH 對不對 然後下四秋他就會覺得 我不能這個十位素餐都不做事 我要做事嘛 我做的事情是幹嘛 大主管就管周主管 他就分泌TRH 然後就跟腦策線說 你要好好的管 然後他就分泌TRH 就像腦策線這樣OK 然後腦策線他就說 好 來 你要好好管 他就分泌TRH 然後來影響甲狀腱腱 然後甲狀腱就會分泌Cyrexin 就跟他說 提高代謝率 就是裝飾 甲狀腱的功能就是這樣 然後他代謝率就提高 好 問題來了 大主管跟周主管怎麼知道 小主管有沒有好好的定他的腦功呢 怎麼知道 剛剛不是說這些訊息都會進到血液當中 進到血液當中 理論上會經過血液 所以也會經過大主管 大主管就會說 欸 最近試煉上我們的產品還蠻多的 表示中主管跟小主管都要好好迫事 所以當我們的產品多的時候 他就會回來影響 如果這個是因 這個是一個果 這個叫因果關係 如果果會不會來影響因 這個就叫做Facebook Foot Feedback 我有沒有跟大家說過嗎 我有問你們這個過嗎 我摸摸摸摸摸 看一下 來 誰看到Facebook 你看到的是什麼字 如果你有看到 如果你看到的是Facebook 你就是重度使用者 回去把它砍掉 就可以再用了 是不是 像嗎 所以Feedback 因會 sorry 果會不會來影響因 這大家都會 這叫回饋 然後呢 它對因的影響 到底是促進還是抑制 抑制 對不對 所以這個前面就加上一個 negative Feedback 我們就叫負回饋 或者叫回饋抑制 我把Facebook的創掉了 砍掉重練 不是 是砍掉不練的意思 好 來 所以來再一次 那我怎麼知道中竹館跟小竹館 有沒有好好得做事 所以我就看我市面上的產品有多少 當我市面上的產品夠多了之後 然後呢 夏氏秋就會覺得說 嗯 不錯 他就不會再分泌東西定他的中竹館 然後中竹館也不會再分泌東西 定他的小竹館 這樣了解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 當然其實也不是只有這樣 這個中竹館也會 這個也是會影響中竹館 也會影響大竹館 其實他都是會有feedback 好 然後呢 他因為事業上的本公司的產品 已經試占率高了 所以他就不聽他 他就說嗯 本公司的產品試占率已經高了 而且呢 這個老闆也陪聽我 所以我也不聽他 那不聽他 他就裝死啊 那就變少了 變少了之後他就覺得 欸為什麼試占率為什麼一直掉 他就開著玩家 欸你有沒有好好做事了 他就開始羞他 然後他就羞他 他就開始做作 他說喔這樣也差不多 好他就不羞了 所以他會維持在一個平衡 這樣OK喔 好問題來了 巧腹難為五米之吹 對不對 來猜尾要講什麼 如果食物當中點不夠的話 那第一句話 趕快快點幫我套公式 巧腹難為五米之吹 請問這要怎麼套公式 好難對不對 知道為什麼高 國中部教嗎 啊 算你不要再重講一次 巧甲狀線難為五點之 甲狀線處 好複雜 所以其實呢 如果你點不夠 那就沒用 你就做不出來嘛 因為原料需要點嘛 對不對 那你點不夠就做不出來 做不出來試占率就低啊 因為你生產線出了問題 原料不夠嗎 然後老闆就生氣 欸奇怪 我明明有釘他 是釘的力道不夠吧 還是一樣啊 還是一樣很少 那怎麼回事啊 欸是不是工廠不夠大的關係 那工廠擴增好了 就擴增以後產量還是不夠 工廠再擴增 再擴增下去 脖子就腫了好大 所以我們就叫缺點性加重現種 不稱為大國之病 現在很少了啦 因為我們是民國 欸58還是我忘記多少年了 實驗當中加點嘛 大家知道嗎 所以其實點的攝取量就夠了喔 不然的話以前 我這輩子只有看過一次啦 你有看過大國之病的人嗎 我只有看過一次 在三十多年級 對 我念小學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的阿嬤 就是大國之病 然後他到處要來找他 他誤報會有成績的考試 好恐怖我一定沒用 他就不能收下來 嗯 八十多年 從事我們都要去尊敬這個同學 因為他阿嬤看起來有點恐怖 那現在其實就沒有這樣子啦 OK 那這樣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所以我們至少從這個圖裡面 我們了解到 他的分層負責的概念 他基礎的定義原則 我們還是早了負回饋 所以可以把基礎的量 控制在一個可以忍受的正常範圍 但是又是很低的濃度之下 好